我叫杨刚,今年26岁 是云南普洱北京管理支队的一名移民管理警察 从事基督工作 我叫白林,是公安的一名内勤民警 今年25岁 我和杨刚是在2021年认识的 今年3月份,我们即将踏入不一的健康 第一眼看他,就觉得他是一个很阳光 很有正义感的男生 他一个包包伪扎的,有一种很暗面的感觉 有一次过三四天都没有联系上杨刚 然后给他打电话,没有人接,发微信也没有人回 然后我也没有他同事的联系方式 不知道要去哪里找他 直到第四天的时候 然后杨刚给我打了电话 他就跟我说,说白林,我们分手吧 当时我愣了一下 因为从事这种工作的特殊性 我怕哪天如果我出了什么意外 听到他说这些以后,我真的很心疼他 然后我就告诉他 我也是一名警察 所以我更能体验到他工作的危险 我说当初我选择和你在一起的时候 我就已经考虑好了 现在选择开始,我就会很坚定的和他一起走下去 我最大的愿望还是能够拍一张属于我们两个人的结婚照 我和他下次到现在已经一年半了 但我们能够属于我们的一张合照的名 我希望我和他拍的第一张婚纱照 是我们两个第一次的合照 但我不想是最后一次 白林,我爱你 希望我能成为你,生命里的那树瓜 杨刚,我爱你 我会一直待你